说之前给大伙看几张图片 我们看到图片之后的感受就是漂亮吧 用一句现今的时髦话来讲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学了一个月没学会 高端大气上档次 现在咱们看到的时髦建筑 就是贺南一个县城的办公大楼 第二张图片是他们的县领导别墅的宿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可能有人会说是贫困县里面建豪华道楼 是不是因为人家的经济条件好了 生活水平上来了呢 但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紧邻县政府大楼一公里之遥 两千米之遥的城镇中学 六百名学生拥挤在狭小的宿舍休息 玻璃窗上窟窿用破木块挡住 环境脏乱差有点惨不忍住 同在一个县里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那边的政府大楼盖的很高端上档次好 而这边的小学这个学校条件竟然是如此简陋 这个对比和反差一经呈现 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有媒体记者还调查了一番 说这个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早在1985年就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而近年来呢 因为不甘于贫困县的帽子 他们也搞起了产业急剧区 这里边除了疯涨的商业楼盘 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栋栋 已经基本竣工的行政大楼 十多家行政机关大楼拔地而起气势辉煌 包括行政服务中心 住建局 农业局 国土局 地税局 公安局 法院等办公楼 但是就在紧邻台前县政府一公里之遥的城镇中学 这所中学的近况令人心酸 这里的教学设备不仅极为简陋 600多名需要住校的学生 他们只能拥挤在两层小楼里 大约是50平米的房间 拥挤排列着30张双层窗铺 至少住着50多位学生 这情形都让人难以想象 50平住着50人 连翻一身都得费劲吧 不仅居住条件恶劣 试问一下 如果发生意外 比如火灾之类的 这么多人能挤出来吗 不仅是条件差 学校是建于1998年 到现在占地仍然是租用地 学校目前已经向上级申请改建 需要再建一个食堂 宿舍 但是还没有受到任何回信 没有回信 一般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钱 但是没钱你建那么多政府大楼干嘛呢 而且记者在采访政府官员的时候 人家都振振有词 我们这钱都是振到赖的 有征养财政不可 还有举例自成的 其实记者也算了一笔账 这个现近两年 兴建的办公大楼耗资大概是过亿元 但是截至到2011年 他们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刚刚突破亿元大关 达到1.1亿元 也就是说赚的这点钱都修大楼了 只能养天长探 壮怀激烈 这里的官员你真会过你的日子 瞧瞧你们这些嘴脸 虽然不会赚钱 但花钱的本事让人不能不折服 只能是一声叹息吧 毕竟人家是县里的主管 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但是你们还算是老百姓的当家人吗 把不多的钱花在自己的享受上 完全忽略了学生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其实我就在想这些县领导 你们的孩子是在这所学校上学吗 说不过去吧 我做人民的给县长和当地的主管市长 和省部局的省长做一个建议 直接把学校跟县政府一换 这事就好了 最新消息 现在行政大楼已经建设停工 别的局换过来 有人说这是因为风头太紧 得收手换过来 其实县瓜们更应该掌一掌 对学生对老百姓关注的心 为人民服务多抗